哎呀 这彩礼的事情 不好跟孩子们直接说吧 那个 妈 我跟语阳我们俩 才我是独立的 对了小艾 那个房子最后你们 选哪处了 还有买房吗 我没听说呀 可能是语阳平时太忙了 等她这次出差回来 我就跟她一起商量啊 我还有一个事啊 明天我跟你阿姨叫出去吧 你们什么时候 把婚礼的日期定下来以后呢 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告证 我们也好做个准备啊 还有礼服洗铁婚宴 这些事你们自己订吧 我不干涉 但是买房子 还有装修房子的时候啊 一定要跟我们商量一下 因为有可能 我们会来住 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需求 我们也会提一些意见 知道了 阿姨 对 咱们吃点东西 好 来 好 好 好 妈 我现在一看到手机里的计划表 我就想吐 我刚从影楼交了订金出来 萨尼啊 是我太自私了吗 我为什么觉得很不公平呢 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都交给我一个人来做 他就只知道出差 他什么都不管 我跟你说啊 男人呢 天生就带着熊孩子 还有甩手掌柜的鸡 你还记得我婚礼那会儿吗 这全是我一个人弄的 我跟你说 我一天最少说 二三十次要离婚 不结婚了 到最后呢 到最后不是还是坚持下来的吗 我跟你说啊 你呢 就别发牢骚了 男人其实都一样 换谁都一样 美女 她要结婚了 不重新做一下头发吗 换个造型